好 红中秋被关禁这死亡禁闭是最关键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呢 事关评议会的结论 而根据调查 这范左线当时利用了职权 民事加暗事出席事关投下同意票 虽然当时呢 有女事关就提出了反对 不过这位呢 剪禁的女事关也因此就被约谈 仰头自拍照片上的女子 乌黑长发 肤色白皙 散发临家女孩气息 不过别小看她 这位剪禁女事关可是参与了 红中秋禁闭视频会的成员之一 开回那天 虽然一开始剪禁女事关就当场提出疑虑 认为红中秋最不及关禁闭 但担任主席的范左线却说 不管你赞成反对 我都关定了 女事关逼不得已 只好投下赞成票 后来红安越演越烈 范左线竟然在女事关遭约谈后 主动打电话询问听讯内容 剪禁女事关曾经接到范左线来打电话 问她打听听讯的内容 对此范左线在听上坦承她曾经打过这通电话 不过到底讲了什么 她说她忘记了 黑的质问 范左线回避不说 只不过当初先利用职权影响其他事关投票意愿 案件爆发后又打电话过分关心 也难怪遭外界质疑是做贼心虚 试图穿阵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